10月13号 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石家庄落下帷幕 论坛共吸引来自五大洲61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家华文媒体高层人士 中央主要新闻机构及国内有影响力媒体的负责人等 共600余位嘉宾齐聚一堂 以牵手世界见证时代华文媒体的中国故事为主题展开对话交流 两天时间里 论坛圆满完成媒体高端论坛 平行分论坛 专题演讲 聚焦和北雄安媒体见面会等议程 会后 华文媒体代表将吩咐四川 广西 福建 甘肃等地考察和采访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谭天心出席闭幕式并讲话 他指出 本次论坛凝聚了海内外媒体人的真知灼见 形成了讲好中国故事 是全球华文媒体不变主题 传承中华文化 是全球华文媒体共同使命 间隔发展内生动力的共识 华文媒体因抓住媒介转型升级的机会 增合运用多种传播的方式 不断聚合多样舆论场实现各种传播主体的多元融合 加快形成全球华文全媒体传播的体系 不断提升华文媒体的传播力 引导力 影响力和公信力 为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中外交流合作 做出积极贡献 闭幕式宣读了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宣言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今至第十届 已成为海外华文媒体信赖的精神家园 当下华文媒体正处在转型发展的重要关口 海内外华媒更当充分利用此一平台 增进感情 交流经验 共赢挑战 携手构建华文媒体繁荣发展的新格局 闭幕式上还举行了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信息平台升级仪式 中国新闻社海外华文媒体APP自助系统发布仪式 当天下午 中国新闻社一带一路一路前行 首届全球华人摄影大赛颁奖仪式 中国新闻社我和新中国70年优秀新闻作品颁奖仪式 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优秀论文颁奖仪式相继举行 现场还为12位连续十届参会的海外华文媒体代表 颁发特别致敬